大姐哥 哎 哎呦我的妈呀 这咋的了这是 你看不出来呀 我让人给削了 让谁削了呀 这你还猜不出来 二驴子们我们家二米粒 哎呦我的妈呀 这又犯什么事了 二米粒好长时间没这么削你了 大姐哥 我在外边招人了 你说你呀顺峰啊 不是大姐夫说你 你多大岁数了 怎么还在外边招人呢 不是你 你想哪去了你啊 不是我招人了 是我们公司招了个员工 好你们公司招个员工啊 你哪去了你 你说你个老总 你招个员工有啥呢 就是吗 说说说 可我们家二米粒他不理解呀 怎么呢 他就嫌我招了个员工 没告诉他 而且他嫌我给人开工资开高了 你给他开多少钱呢 六千块钱一个月高吗 哎呦六千块钱那还不高啊 物业副经理我才挣四千 你一月多少 四千 那你也太高了 你一个物业凭什么那么高啊 他好家伙四千块钱 你能跟人家比啊 我招那人呆生 人家一来我们公司业绩升升往上 你还跟人家比 你比得了吗你 哦 那是比不了 那他就为这削你啊 还有呢 他还嫌我整天跟他朝夕相处 形影不离 哎 你说招铁蛋那是我的秘书 他能不跟着我吗 不是 你等会 招铁蛋 哎呀 这就是二米粒的不对了 你找个大老爷们的跟你让上啥呀 真是的 那要那么说的话 我跟人家甜笨笨天天在一起 那大米粒还不得跟我急啊 是啊 我有时候就羡慕 我大姐她心胸宽广啊 哎 顺风啊 我还跟你说 这我还不是夸你大大姐 你大姐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 尤其是在外人面前 那是给足了我面子 就是想削我 也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削我 而且绝对不往外边削 全是内伤 我大姐就是讲道理 我媳妇都不行了 她驴啊 她二驴子呀 我跟你说这事没完 回家她还得削我呢 没事 这么着吧 你交给你大姐夫吧 回头我说她 大姐夫 其实我这次找你来就等你这句话呢 怎么呢 你帮人帮到底 你干脆啊 你一会儿回家 你跟他们说 你就说赵铁蛋是你的人 你叫我安排他 我的人 是我让你安排的 对啊 这行吗 这怎么能不行呢 因为是你的人 对吧 我给他安排个工作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因为是你的人 我给他开一个月六千块钱工资 不高吧 不高 因为是你的人 我先给他安排 暂时瞒着家里人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瞬间他就给合理了 行 你就这么着 你就说是我的人 好吧 别我说呀 你回家说去 你快点呢 那行 那我这样吧 我把东西放物业 完了我就回去 好吧 那你快点啊 没事没事 你就说是我的人 好吧好吧 小火之前 你就得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 别毫了 好几个小时了 你别毫了 行不行啊你呀 前日班 我今儿回来会笑死的 你笑啥呀你呀 你说你也真是的你 别哭了 你看这大鼻疼都溜嘴里了 快擦着吧 你说你也是啊 不就是赵铁蛋你老爷们 你说你吃啥醋 什么老爷们啊 我之前以为他是老爷们 赵铁蛋吗 蛋 赵铁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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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哭呀你蛋 女的啊 啊 女的呀 你跟叔叔说不有协议吗 说你们公司除了你女的 不能再有第二个女的了吗 对呀 所以那小土豆他忽悠我呀 而且一忽悠忽悠我两个月 我今儿去公司我才知道 那赵铁蛋他是个女的 啊 二米二米二米 我对你的姿色有信心 他绝对抢不走你家小土豆子 姐我对我自己的姿色也有信心 但是这个赵铁蛋长得太漂亮了 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我们家前顺帆乐意丑的 我也乐乐意丑的 而且前顺帆一个月给他六千块钱工资 我们公司的老员工老刘一个月才四千 哎呀妈呀 这里有事不吧 而且我跟你说他现在天天不着假 一天给我换三套衣服 是早上西服 下午T恤 晚上整个块篮被新生派姐出去溜达一圈 天天喷我香水 喷你那种落眼睛啊 妈呀 哎呀妈呀 那照你这么说说这里指定有事啊 等顺帆回来你好好问问他呀 我还问问他 我闹死他 对我跟你说不得了 我回来了 前顺帆 你还敢回来行不 我签了我非闹死你不可 行行行 你别拉着我顺帆 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呢你呀 我干啥了呀我呀 你招人呗 我堂堂一个民营企业家 我一个大工厂 我招个人是怎么的 大姐你看到那死处 我跟你说前顺帆 今儿你要不给我合理的解释 我就给你弄合理去 等着马上就合理 你不用给我手我跟你说前 住手 怎么样那时候 合理吗 我说二米丽啊 你怎么说犯驴就犯驴呢 干什么犯 你看你把人家顺缝弄的 啊 你看看 你把一个好好的民营企业家 销成什么样的 我们俩期间的事就不用管 我和他能动手从来不吵吵 跟你和我干净不远点 行 就借你一身鞋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这大姐夫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这家里边谁是老大 我妈 谁是老二 我妈 谁是老三 我呗 谁是老六 你 老六就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啊 顺风啊 嗯 这谁把你削成这样啊 谁把你衣服弄成这样 哎 卡 这少一朵头发谁嚎的 哎 卡 我明白了 踩着你的鲜血踏着你的肩膀 嚎着你的头发的不是别人 就是他 卡 你不知道啊 顺风他招人了 招什么人 知道啥呀 招个人怎么了 哪个企业家不招招人 就招一个人吗 这有啥呀 这要是我当企业家 我还不得招个五个六个蛋 大姐 你比我当几位地大叔啊 不知道 你别说 这你没你的事 我全得 怎么样 合理不 合理 大姐夫 你甭跟他们废话 就刚才咱商量好的 你直接告诉他就行 明白 我懂 二明儿啊 大姐夫跟你直说啊 你听着 我跟你说 赵铁蛋是我的人 明白不 是我让这份安排的 明白不 你明白不 不明白 这咋 这咋还不明白呢 还没明白啊 赵铁蛋 大姐夫的人 我的人 因为大姐夫的人 我所以说得给他开 六千块钱吧 一个月嘛 你怎么才开六千呢 我不是让你开八千吗 本来是八千的 因为是大姐夫的人 所以说我们两个 朝夕相处吗 什么朝夕相处 我不是让你形影不离吗 看他 对啊 明白不 再说一遍 赵铁蛋是我的人 我安排到顺风那儿去的 这个事跟顺风一点关系都没有 明白不 大姐我明白了 那儿是我大姐夫的人 啊 阿美玲 啊 打啥咬啊 给人家是不是道歉 哦 我道歉 那什么这是 老公 我这人是不是下手有点狠呢 跪下 怎么呢 你今天怎么勇敢呢 这么搂你 你都没说实话 媳妇啊 我能说吗 大姐夫的人 我不得替他扛着呀 我要不替他扛着 大姐不得削他呀 是吧 我问你 那人真是你大姐夫的人 大姐你别问了 这怎么还在这儿有意的 这都没外的他都承认了 这不都说了吗 是我的人 明白了不 事解决完了没 完了完了 行了 完了吃饭吧 吃饭吧 对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一脸无辜那样 怎么 我说清楚了 到底咋回事 什么咋回事 我跟你说 这样咱俩回去再说 什么回去说 就在这儿给我说清楚了 到底你怎么会这样和那个人 你别管 什么回去说 你必须去给我说清楚 当他们俩都说清楚了 大姐夫 把我俩面把事说清楚 对 说清楚 说清楚说清楚 那你等会再说 不是大姐夫 你可得挺住啊 你放心 我全都能给合理 怎么的 说吧 那人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 六千块钱也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 行影不离也是你安排的 我安排的 怎么的 嘿 赵官方 你俩什么关系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关系什么程度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在咱俩没好之前 我就跟他行影不离 咱俩结婚以后这么多年 我们仍然在一起 怎么的 好看做事好看党 对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我叫赵刚子 他叫赵铁弹 刚离不开铁 铁离不开钢 钢铁是这么练成的 合理不 好合理 牛 牛 怎么的 牛 牛什么牛你啊 牛什么牛 赵刚子 我一直认为你憨厚老实 没想到你也干这种事啊 你也敢招人啊你 我招人 我不就招一个赵铁弹吗 我招谁了我 哎 怎么的 我招一个赵铁弹走了 你这么里面西装 哎 哎呀 大姐夫 啊 你跟那赵铁弹 到底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等会儿 起来 什么什么 赵铁啥 赵铁弹呢 什么赵铁弹呢 赵铁弹 单单 女的 嗯 单单 男的 什么男的呀 你单单单单啥啥分不清楚吧 赵铁弹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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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呀 啊 是不是啊 啊 你咋没跟我说她是个女的呢 啊 啊啥啊呀 女的我不能替你担呢 担担我能替你担 担担你得自己担呢 我跟你说啊 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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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我全不认识 赵铁弹 你做个大小蛋你 前瞬分 你就是个大笋种 你等会儿 我这瞬分啊 哎 你是不是又坑你姐夫呢 我没有啊 我 你没有 你说清楚了 你说清楚了 不说清楚了 阿米丽你消的 消的 消的 行了 消啥消啊 我说的清楚 你说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赵铁弹 单单人家是个女孩 是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大学生 到我公司来勤工俭学来了 我就把人收下来 就这么点真 这么点真 你跟阿米丽的不是有协议吗 公司不能担女的 你不是知道吗 是 大姐夫 这孩子长得漂亮 漂亮你就给人家开六千块钱公司 他长得真漂亮 漂亮你就跟人家形容不理啊 他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解释不合理 消 消啥消 什么长不长就消啊 我告诉你们 就是因为这小孩漂亮 自从到了我们公司以后 自从到了我们公司以后 那每天经常吃到的那些员工 每天早上都到公司吃早饭 就是因为这个小孩漂亮 到了我们公司以后 老员工老刘 老刘 你说你个二驴子你定的啥客规矩 咱公司就得非得救你一个女的了 全世界救你一个女的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的心里我装不了别人 有你就够了 够够的 妹妹 这姐夫得说你两句 你说你定这叫啥规矩 公司里不能招女的 老话说爱美之心人极有之 男女干活大当不累嘛 你放心吧 他那样的 你再说他都说跟你过够够够的了 你担心态你 顺文 我也得说说你 你说你今天这事本来做的挺好的 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实话呢 我跟你说 两口子在一起 信任是基础 没有信任哪来的爱情啊 你说你今儿把这事跟他说了 我就不相信 人家爱美丽不同情达理 就是 你要跟我说了 我能不能让他留下这忙 行了行了 留啥留啊 还留下呢 人家勤工俭学一共俩月 明天是学校开学 人家回学校了 那时候学校找他去 你这干什么玩意 你半驴你没完了是不是 你干啥你还追上学校去 什么玩意 我去他学校我跟他把合同签了 等到大学毕业了直接上那单公司干不就完了吗 人才吗 你看 你看看 人家说的多好 哎呀 哎呀媳妇 我今天对你刮木箱我无底头啊 你少来吧 走嘛 我就别去了 你自己去呗 我是自己去 你赶紧回公司 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 一会儿老刘那血糖不又上去了吗 哎呀哎呀还真是 拿给我 哎不管说啥 谢谢啊 行走吧 没事 哎媳妇你等我一会儿 媳妇你 这事我处理的多好 啊 好 漂亮 漂亮吗 咱老婆 咱老婆 没事呗 咱这儿你说 以后你再帮别人的时候吧 动动脑子 别把自己搭进去 你就是个 这啥意思啊 二 二咋的 我二我快乐